Joyce在這裏 我就很開心 每次看到Joyce 這些都不用做了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大家跟她做過大事 現在就知道 下一任的冷面笑像 Joyce 你跟我們的緣份都有多少年 六年了 有嗎 有啊 其實未成為拍檔之前 我以前也有參加六夜林的課程 已經是六、七年了 看著你這幾年生命轉滅很多 除了群著我們之外 都是飲食改變 說一下你以前是怎樣的 你以前吃什麼 還有什麼後果 有什麼後果 其實我以前就是什麼都吃 好像現在都市人那樣 什麼都吃 吃肉、蛋、奶、添加劑 其實超市買的東西 一包飽發的東西 下班就很大壓力 又很想出去找東西吃 想先吃什麼 什麼美食 吃吃吃吃吧 所以我飲食是跟現在普通人吃的東西都是一樣 但是為什麼我會轉為一個生肌素食呢 那時候你的健康有沒有問題 那時候我的健康當然有問題 其實我十幾二十歲前已經很病了 即是個人很弱 就是經常不斷感冒 感冒到不停的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沒有懶惰都會感冒 還有就是失眠 經常睡得不好 很多夢 睡了好像沒有睡 很醒睡 有心跳 其實有很多健康的問題 那有沒有經常看醫生 吃藥 做手術等 看了幾十年醫生 做手術都做過 兩次 計算生寶寶寶就三次 譬如其他症狀就兩次 那時候就看醫生 都看了幾十年 做什麼手術 做手術呢 就是嬰兒的靈體 我的乳房在左邊是生過的良性樓 我的甲狀腺也割了一半 割了一半? 對,割了一半 那時醫生說我生過的良性樓 那時我會不會害怕的 會不會變癌的 他一定說不知道的 給我一些照片 一塊塊的樓下的血淋淋給我看 嚇到你立即做了 就要割半個 因為有沒有買保險 一定問你 那就開大條數 有生意就這樣 嗯,最後呢? 最後就做了 其實我做一些手術之前 已經是成入病 成入病,剛才說過 不斷感冒 感冒到流淡汗 流淡汗,大家流過了嗎? 汗是淡的 正常現在是咸的 你的身體很差的時候 你的汗就淡了 一淡汗,流汗就冷了 冷了,一吹風扇 又又很冷了 又熱了 等下又添傷了 又離開了 所以,整天是這樣的 循環不適 他半夜才會流的 那些叫做渡汗 渡汗就是渡賊的渡 他晚上偷偷就流到一身汗 你又深入寶寶,又發冷 又睡不到覺 長此以往下去 我身體就很差 這樣就衍生了很多問題 經常是鼻膜發炎 鼻水倒流 又是主婦手 又是胃病 又是腎虛 又是柯夜療 其實還有很多細微的東西 我都忘記了 由頭刺到下腳 對,由頭刺到下腳 好像之前有訪問過 防火又頭 到腳趾也有事 是的 那我就不斷去看醫生 但是沒有好過 我已經盡量吃中藥 調理身體 但是調理來調 他也是調理好一陣 好一陣之後 又是這樣 即是無止境去煲藥喝 煲藥也煲難了 也是很多個煲 百多元一劑 那時候很貴 我記得二、三十年前 是一百元一劑藥 二十元陣禁 還要加高麗芯 進藥裡 挺補充的 是不太好 是好一陣 然後又是這樣 後來我就做了手術 這個手術之後 割了一半 幸好他說 關在一邊就割一半 如果關在一邊 割整個會怎樣 糟了 就要一輩子吃那些藥 點 吃藥 還要早些什麼治療 幸好我覺得一半就沒事 當時就做了一份工作 很… 因為是在裁員 裁員 裁員之後就做了一份工作 非常緊張 自己很忙 做了幾年之後 這裡就關了 我就坐火車 一天坐火車 鏡子是黑色的 進隧道 即是玻璃 咦 為什麼這裡有一個五毛子 這麼大的粒子 那時候我害怕 怕了 就說去照 最厲害的這些 那數目都是 是良性瘤 但做不做你 就除你 不知道會變成癌症 那時候就做了 那時候什麼都不吃 又害怕 那時候的概念是什麼呢 撤去最穩賺 那便沒事了 原來 但我們沒有解決根源的問題 根源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們吃得太多毒素 下身體了 這樣 所以那時候 我就 立刻退了一份工作 就是我做了手術之後 不做了 那我想一下 生命應該怎樣走 就是身體層面很差 而且那時候我也有抑鬱症 就經常吃抗抑鬱藥 各樣 接著就無意間 就來了綠野林 就吃了一頓 看到廚房這麼漂亮的 這麼光亮的 又很清新 沒有油煙 就有義工做 說來做一下 那時候來做 一個星期做兩天 義工全日 那時候 那時候打算 退休了 不做事 看看自己有什麼方向 那做一下 我們以前的CEO 說是Cin 他就看見我 也很有熱情 很有熱誠 在這裡做 然後就 requit我做全職 哎呀 糟了 我又說退休了 我又做事不行了 我退了一年休之後 那我說不行了 做添職吧 他說不行了 我們也要去全職 那我就試一下 又不用死的 又不是要簽約 那做 一做就做到現在了 那轉變是非常之大 由我開始第一次接觸奴藝林 那時候吃了一餐 接著參加了斷食營 斷食營之後 我就開始吃飯 開始吃飯 就吃一餐 果菜腦 即是長哥餃 那時候我吃了一餐 以前我是非常之累的 經常休息不到 餐不到電 每天起床 就累累累 拖著雙腳就上班了 烏下烏下烏 烏微合水 是沒有精神的 以前我去街 走得久也很累 但是現在在龍精虎晚 我們怎樣做多少 我們經常站在這裏 都沒事 那時候就吃一餐 果菜腦 怎麼這麼精神 第二天起床 即是吃了沒有多久 那就多吃一餐 我自己給自己 因為我那時候 都經常上網 在外國的網站 一些吃飯的經驗 有些人說 肉食營的時候 即是吃肉食營到多少時 吃肉食營 我便吃肉食營到4時 吃肉食營到4時 才吃肉食營到熟食 慢慢去介育 變成素食 那時候 吃了第二餐 即是兩餐 吃了七成左右 就很大轉變了 大約三、四個月後 沒有感冒 三、四個月後 完全不用看醫生 到現在 我都沒有看過醫生 沒有吃過一粒藥 沒有煲過一劑茶 然後 九至十個月後 失眠也沒有了 我看了幾十個醫生失眠了 吃了很多安眠藥 鎮定劑 找到鬆弛 什麼 沒有用 只會上癮 上癮後 你會去到心淵 不會治癒你了 吃了生之後 就慢慢 我們自己就是醫生了 我們的治癒力 有了 就自己治癒了自己 哇 免疫力又提升了 接著 自己的情緒 又轉變了 又開心了 以前有抑鬱症 自動波 很喜歡大自然 經常去大自然 很想看到花草絕目 去一些 行山的地方 以前很喜歡買衣服的 以前不是 不喜歡的 不是說要訂購不漂亮的 我是OL 那就要白雪雪漂亮 生雀斑就不行了 很關心要漂亮 所以我經常遲到 因為要漂亮 做一整整 很漂亮 做一整整才出去 很貪美 買衣服 一個款有三個顏色 買一整個吧 三個 這樣 即是說女生 不是超級的少少 這樣吧 然後 哇 現在我是不買東西的 我是 完全不想去買物質的東西 沒有那個慾望 吃生之後 自動幫 所有物浴降低 只是 慾望高到哪裡呢 就是大自然 曬太陽 很渴望 不能曬 那陣子下雨 不能曬 我就很願意曬 我們聽到很多同學 或者是一些 我們來六、一、一、一、不參加課程的朋友 吃生的朋友 都是 自動喜歡去曬太陽 自動喜歡去大自然 那時是打死 不去這三十多度 你殺了我 真的殺了我 我不會去 二十六、七度 我都不去 二十六、七度 你以為她又這麼髒 然後泥山 我那天赤腳走回 我睡在泥上 我都沒事 碰到泥吃到也沒事 哈哈 我女兒說 那你醒來周少祥 哈哈哈哈 我又不扮演 我說 如果得到輕鬆自在 別有所謂 我說 這個用錢買不到的 哈哈哈哈 現在來說 我都是吃七、八百百百百百的生 以前的驗證沒有了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驗證怎樣來呢 長哥已經教了 就是我們吃了很多添加劑 還有吃了很多肉蛋奶 它裡面加了很多藥 酷酸素、激素、什麼什麼什麼 很多農藥的治療 當你不吃這些東西之後 那我就自己 咦? 吃了一餐這麼精神 還有消耗量的消化系統 很輕盛 那你用的能量很少 那你就會有很多精力做事 是不是? 所以 現在就是 生命 不僅是身體 是心靈的轉變 整個生命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很想去聯繫宇宙 很想去知道我是誰 我使命是做什麼 哇 這樣才不會是一條鹹魚 以前是做事做事的 接著就是鮮鹹魚 死了 人生就像生老病死等死 現在不是 就是人生就說 變成我有一個願景 有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一個使命 那你做人就會很開心 因為你有目標 不是說我做人做什麼 不說我做人做什麼 氣一氣一天 那就等到老了就死了 這樣 所以生命就是有色彩 有開心 還有一個目標 你的生命每天都是感恩 這就是生命 這就是生活的生命 不是做做做做 然後死了 就是這樣 我們很感恩 有一個人版在這裏 薛先生 真的吃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 幾年之間 還有我再說一遍 我以前很怕冷 我蓋上羽絨皮 睡電煎 電煎我是開著過夜睡 睡得好像蒸籠一樣 晚上蒸到天亮 蒸叉燒包 蒸天亮的 冷到這樣 現在 冬天是不用穿衣服 穿衣服 不用穿羽絨絨 很殘忍 不要穿 不要用 皮也不用 不用這些羽絨絨 還有 你是夏天會感覺不熱 冬天是感覺不冷 很奇妙 我們聽到很多客人都說 我吃了衣服之後會有寒涼 反而不冷 這是你試過你才會感受到 我說沒用 是呀 一起行山 吃山的人是出汗最少 是呀 我出汗 我以前很爆汗 而且很悶悶 現在流就流 流得挺舒服 流得很舒服 我又有它流 而且是平衡的 嗯 平衡的汗 沒有什麼味 所以有Joyce在身邊 我們每個人都很開心 你是我們更開心的 你走過這條路 真的有這種能量 今天很多謝Joyce 謝謝